我走出局面 干嘛呀兄弟 给我女朋友 女朋友 路 students 不要辨论 我来了 马上突走 我这都能输 学会不会 simple 咱们就服了 干嘛 帮我背啊 你们女孩的包就你们女孩自己背呗 要不然带包出来干嘛 走喝东西去吧 她应该亲戚她还有包可丁 要知道现在这个学校里有多少男生无包可丁 一个包还斤斤计较 那以后人家还指望她什么嘛 要不是没有手 我干嘛非让男生给你拥包呢 对啊 女性解放可不是从男性拎包开始的 女性也是独立的个体 就不需要这种大包大蓝的宠爱吧 你们俩居然还帮她说话 哎呀好啦 我觉得她就要面子 觉得呢在大家面前帮你拎包她就丢脸了 你下次就跟她说 男生不会因为帮女生拎包而被你娘 也不会因为不帮女生拎包就变得爷们 是不是 还是你懂 但是同理可得 男生帮女生拎包 不能证明她就爱她吧 男生不帮女生拎包 你也不能说人家就是个混蛋 君是你把我的东西 淘宝呢 买啥呢 我就随便看看 周瑜 我包的事情还没跟她解决完呢 现在居然这么半天不回我信息 我决定了 从今天起 我要实施你们家老麦那一套最小兴趣原则 我就不信我治不了她 有什么了不起的 走 二十万能做 刚刚三番球怎么打的啊 好帅啊 就这样随手一抛 就进来了 对 干嘛呀兄弟 给我女朋友 娶朋友 他有屁排呢 干嘛 谈事呢 谈什么谈啊 你出来我跟你谈谈事 很急吗 不急改天再说 急 什么情况呀 不就是拎个包吗 你说翻脸就翻脸 我爸都会帮我妈拎包 那叫风度 不像有些人 帮我拎包也没有关系 有的是人帮我拎 好啦 是我没有风度 你下次让我拎我就拎喽 好不好 不争气了 走吃东西吧 我不会别人 我也不会 帮你拎好 我会把谁拎好 这世界很酷